9月8日,立法會正式通過了修補社會撕裂,凝聚民心議案 主要針對香港社會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 集中精力,優先處理中了攬炒毒的中小學生 並逐步過渡到其他漢客和放空 在修黎風波中,出現了食人者和被食者 更為可悲的是,很多被食者卻在不治國中成為了食人者 最明顯不過的就是價值觀,人生觀,極度難複的中小學生 他們原本是黃絲試意塗毒的祖國巴朵 是這場持續一年之久的黑暴活動的受害者 卻搖身一片,成為起底其他未成年學生的盡揮兇手 隨著《香港國安法》頒布落實已經一年多 懲罰的許多措施也在逐步落實當中 面對這班還有希望挽救的青年攬炒者 懲罰不是最終的目的 引導他們認識到自己行為存在的錯誤 積極認錯並組入迷途之版 先是修補社會撕裂,凝聚民心的關鍵 此外,在修黎風波一迷下 依然不缺信念堅定者 他們選擇與警隊站在一起 用實際行動力搶警隊 但是,正因為他們太怒鋒鋒 被一些反中亂港的黑暴奔上了 很多支持政府及警隊執法的人士 團體和商戶遭到起底 刑事恐嚇甚至襲擊 當時,諸如警數都成為了高危名詞 既然香港已經走出了黑暴一迷 就卻應該給這些正義者 更多的支持和認可 令到他們更加堅定自己當初的決戰 與此同時,也應該通過思想和政治教育 令到受激進思想影響的 違法被捕的人士